应该来说呢,我国的新能阳行业是在开放竞争中练久了真本事 代表的是先进产能 不仅丰富了全球的供给,缓解了全球通胀的压力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崭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成绩在前世界我们这个能阳行业都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同时呢,不论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说 我国新能阳产业都不存在所谓的产能过程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呢 应该秉持经济市场经济原则和价值规律来看待产能这个问题 供需平衡是一个相对的 不平衡往往是常态 在任何事情,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多可能发生 而且呢,适度的供大于求 有助于整个产业技术的进步和产品成本的下降 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依靠市场按照价值规律来进行调节 因为国际合作的本质是优势负,互利共赢 国际各方在律师崭新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空间 所以中国呢,也希望与各方一道坚持公平竞争 开放合作的市场经济基本颜值 共同来完善我们亲近能量产业链 供应链 共享知识和经验 为全球绿色低碳崭新 做出应有的贡献